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 特别消极 懒散 完全没有活力 我想了很久为什么 我觉得动物园就应该引入一些 我们人类社会的做法 是吧 比如说像 互联网行业的那种模式 就告诉那些懒散的狼 你们到了35岁是要被开除的 然后我们去野外 再招聘一些刚毕业回来的狼 因为年轻的狼更有狼性 要的更少 而且他们更傻 他们还相信 只要我在这个动物园好好干 将来我买车 买房 买羊 而且我觉得还可以引入一些 比如末位淘汰制 对吧 我们就告诉所有的孔雀 你们要注意 从今天开始 给我拿出球偶的镜头来 玩命的开屏 去吸引游客 每周吸引游客最少的那一只 我就把它丢到狼圈里去 当然如果你活着走出来 我就开除那批狼 而且是不是动物园 晚上六点关门 也太早了一点 人类社会已经996了 我们应该不应该两板岛吗 不是正好有夜行动物吗 晚上都出来上班啊 我觉得我们 就是做这个工作是吧 你要想到客户的前面去 用户没有需求 你就主动创造需求 我们动物不努力 人类自己能意识到自己 半夜想逛动物园吗 跟我在小时候 在动物世界 人与自然看到的 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在动物世界里 看到的猴子 特别开心 就是在树上 荡来荡去 自由自在 抓一个水果吃 然后自由自在 荡来就让 哗被老鹰抓走 哗被老鹰 是完美的一生 你知道吗 这是特别理想的 一个人生轨迹 就是快乐 快乐 快乐 咔 死掉 但是 但动物园里 的猴子就 完全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我在整个动物园 看到的最消极 最懒散 最没有活力的动物 就是一只大猩猩 太难受了 太难受了 你看到一个动物 这样太难受了 我怎么能这么消极 我就想了很久 我怎么样能鼓励它一下 我想了很久 我终于想到一个办法 我掏出手机 给它播了一个电影 叫《星球崛起》 我说你看 诶 震作起来 还是有希望的 你看人家外面的星星 已经战胜人类 统治地球了 加油 你可以的 我跟你说啊 我呢 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平时啊 我就是给大家讲故事 而今天看到的 这些故事呢 我有机会 也会讲给很多人听 到时候 他们就会像我看你一样 看着我 这还不是个星星 谢谢大家 我是方波